JCConf 2018 精彩議程 由Soft Leader 松林科技 保險核心系統 領導廠商 Oth 號召各路頂尖人才 攜手放眼亞太 LINE 拉近你我的距離 贊助為您播出 感謝各位 花點時間來聽聽看 我們在MySQL裡面對Java上面有什麼樣的特殊的東西 我名字叫杜秀文 那一般同事都叫我Ivan Ivan杜 那這個可能就是在老外公司中得學一下人家的習慣 那取個名字叫Ivan 讓老外容易叫 我們這個時候為各位介紹 在MySQL 5.7版以後呢 實際上我們就加了一個新的功能 這個功能可以讓MySQL脫離原來你熟悉那種關聯式資料庫的長相 你可以完全把MySQL當成一般的Document Store NoSQL的Database來處理 但是它最後存在Database裡面 還是存在這個InnoDB的Table裡面去 它基本上還是可以支持它一般所說的 Consistency啊 Transaction Control等等都有 那對前面的AP來說它可以完全拋開原來的SQL 完全把它當成一個Document Store 當成一個Schemist的一個Application來處理 那對於Java來說的話 我們在Java上面 我們知道如果說你今天背後的Database是MySQL的話 通常你會去Download我們的一個Driver 我們的一個JD Driver叫做ConnectJ ConnectJava 那ConnectJava呢 在新的版本裡面 我們support一個新的API叫XtAPI 這裡面所說的XtAPI 那XtAPI它走的那個protocol 跟你一般所熟悉的SQL的protocol不太一樣了 它是我們之前新開發的一種protocol 就是說你今天同一個Database 它可以說兩種不同的語言 走兩種不同的protocol 那這SafeHub statement 所以我這邊讓大家可以介紹一下 在MySQL Database裡面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MySQL Database裡面的Document Store 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另外呢 我們談一下XtAPI 尤其是Java上面XtAPI 那另外我帶了一支小小程式呢 讓各位看一下 如果說今天你是從Java上面去 完全把MySQL當成Document Store的一個 處理方式的話 那它的code長相會怎麼樣子 那我們也稍微介紹一下 這些API之間的 這個API裡面所開發出來的Java Class 和那Method 怎麼去用它 那第一個先談一下MySQL發生什麼事情 MySQL上在5.7版 我們現在的MySQL版本是在MySQL 8.0 所以它是在上一個版本後期半段呢 後半段呢 我們就有開發一個 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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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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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新的 Data Type 就是你可以create一個table 然後這個table上面呢 有一個新的Data Type 它Data Type叫Json 就是你所熟悉的Json的Data Type 那個Data Type 如果說你今天存在的是Json Data Type 你就預計裡面是一個Json Document 裡面是一個Json Document 一個Json Document 那裡面的table 這一缸子的table裡面的所有的row呢 每一個row可能就是一個Json Document 那所以呢 這一個table合起來呢 就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一般所說的collection 如果說你走Json Document 你看到一缸子的這些Document 就是一個collection 所以collection相當於 會被品到table上面去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但也是因應時代潮流 那現在我們有很多的application 它開發方式跟以前傳統的那種waterflow方式 又不太一樣了 我們希望有彈性 要快速開發 那當然另外還有就是 各位都是我們的老大 因為你們是developer 那你們會決定 我們以後architecture 採取什麼樣的architecture 那很多developer都不太喜歡說 你會完全綁在SQL上面 那為什麼呢 兩個理由 一個他覺得SQL不夠scale 雖然SQL它 SQL database 關於資料庫 它對Data Consistency的處理很強 資料commit就能夠確保說 你的hard D 只要沒有出現問題 你只要eventure都會找得到 那你之前一個transaction下去 同時動好幾個table 這些table之間要不就是完成 要不就能rollback掉 那這些在關係效果上面呢 都是有很強的功能來支持這個部分 但是呢你今天如果要碰到的是一個 非常快速開發的一個application 然後呢你外面變化非常大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希望說 今天你的application要有彈性一點 不要說什麼東西呢 都要麻煩你的DBA老大呢 幫你去改什麼 從schema上面開始改起 每次今天有一個新的功能 或是一個新的資料形態進來的時候呢 你都要拜託你的DBA老大 幫你下個autotable的指定去改你的schema 而autotable的指定 如果說你今天的database已經production了 你今天在autotable的時候 對你的production的環境或多或少 都會有一些影響 有的時候可能是讓你的database 根本就不能用 有的時候可能會讓你production 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那個時候呢 就有人就想 如果說沒有schema都好 我今天不需要說有些新的東西 我就不需要麻煩我DBA老大 我自己可以改了 自己可以決定 我的資料內容是什麼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有人認為說 觀念資料庫 它的性能 現在會碰到一些瓶頸 為什麼呢? 因為觀念資料庫我今天做了 normalization以後 我做了正規畫以後 我的資料會拆成好幾個table 拆得很散 那我要看一個全貌 我要查一件事情 或是我今天要做一件完整的事情的時候 我今天要做join 常常需要做join 好幾個table 有join的操作 你就知道它性能就會差的 性能就不如你的影響 那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說事先把我join起來 我不需要再做join 或者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直進直出的時候 這個也許對我的部分來說 就會有一些幫助 所以現在就有人講 那我們就把SQL丟掉 NoSQL 但是像我今天講NoSQL 我覺得它不能完全把SQL跑掉 因為SQL還是有它一些特定的用途 它的彈性 它的資料的完整性 都還是必須拜託SQL的來幫我處理 那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 有沒有一個兩前取美的做法 就是今天 你知道做一次 你不管是走SQL 走NoSQL 那兩邊都可以看 兩邊都可以查詢 你今天走Document Store 塞進去的資料 到另外一邊 你可以下SQL 這一定很有彈性的幫你查出來 相反你下SQL 塞進去的資料 另外一邊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般的Document Store 來專量處理 那這個真正的案例 實際上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我就碰到過 我在去年 Oracle有一個環境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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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有一個Event 叫做Oracle Code 它基本上就是以前的OracleDevirt Day 就是對於那個開發者 所辦的大會 我在北京的Devirt Day裡面做完演講 也是講Document Store 那時候剛出來 就有一個騰訊的老兄 就非常興奮跟我講說 今天他真的有用這個東西 那時候我就發現 因為剛出來 居然有人對他這個有興趣 而且真的要來做Production 他坐在哪裡呢 他坐在尋人 因為我們知道 大陸前幾年 有很多的失蹤人口 被拐騙啊 什麼這樣的事情 所以很多尋人網就出來了 但尋網各自獨立的 各個不同的機構 有政府的 有私人單位的 各個不同的機構上面 所設立的尋網 那這個尋人網之間的資料 就會不一致了 因為有時候人找到了 可能我只update一個尋人網 其他尋人網 沒有跟著去update 或者是我有各種不同的問題出現 資料的不完整 資料的不一致 等等這些部分呢 那他就有個 騰訊他就有個發想 這是他一個算是公益的 這樣的動作 那他沒有從上面去做引力的 他說我今天是不是可以透過 Blockchain的技術 去把他這些所有的尋人網 做整合 整合 你的Blockchain 也許很容易做得到 但問題是呢 你的資料的格式各不相同 每一個網站裡面的資料 差異非常大 那怎麼去把這些資料 互相整合在一起 欸 他就想到 Document Store Document Store 是因為它有Schemalis 它是有彈性的 所以你很容易去在不同的 Server之間呢 來互相傳接這些資料 他就用到這個東西 而且它是買一些 5.7 底下的 Document Store的功能 做在上面 那當然呢 這個是它的好處 但相反的 如果說你要真正做一般的 ORIT 做一般的商務的操作的話 那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如果說你今天拿一般 所說的Document Store的Database呢 常碰到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它不是從 關聯式資料庫的思維來看的 所以它基本上沒有完整的 一個正規化的操作 所以會有一些 資料的完整性的問題 今天你一個操作 要跨好幾個 不同的Document的時候 你中間的那個 資料的完整性 而進行說 我今天要有 Integrity data 你可以說進行commit 這個傳承性成功 沒有commit 或是你有任何問題的時候 我自動幫你roll back 在一般的這種Document Store 是做不到的 或是做的時候呢 它不是做得那麼完整 不是做得那麼漂亮 它可能只能做 eventory consistency 不是隨時的 consistency 那這個MySQL上面 它真是存的 Document Store資料庫 還是存在一個 InnoDB的table上面 所以傳承性成功 它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這邊基本上 就有傳承性成功在這上面 那這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來做了 那像Uber它自己本身有 Schemalis 那這是自己開發的 或是Facebook 它自己在 它開發一個叫RockDB 底下是一個 這種Document Store存儲 但是它前面在掛一個 MyRock的一個引擎 那這個像MyRock直接可以掛到MySQL上面 那這是不同的做法 那最常見的就是 直接塞一個Json在裡面 直接在你的原來的table裡面 加一個JsonDocument 我們是比較偏向第三個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table裡面 加上一個Json的一個column 在JsonColumn裡面 你就直接把一個JsonDocument存進去 那這個JsonColumn它的基本的格式 是一個BLOB的格式 是一個Binary的格式 但是我們在上面做了一個改良 改良什麼呢 我們在每一個JsonColumn的Header上面 加了一個Offset Position 因為你的JsonDocument打開來看 你可以看到裡面 就是各種不同的attrible 那你要找的資料 你可能不是整個JsonDocument要看 一個JsonDocument可能很大 可能是好幾K 甚至上百萬 上Mega的這樣的資料的時候 你不需要通通撈到前面 我只要撈到幾個部分 我現在要看 比如說我看杜修文的先索 我只要看杜修文和先索 這兩個attrible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很快 幫你找到這個資料 你不需要把整個JsonDocument 撈出來 然後去做pass 那在我們的Mega的JsonColumn上面 它的Header上面就有Offset 你每一個屬性 位置在哪裡 它都會告訴你 所以你今天從這個JsonDocument 撈出來的資料以後 直接就把你把那個位置 定位出來 把資料撈回去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這個JsonDocument可能不是一個 比如說你今天做一個application 來管理你的員工 舉個例子 比如說Oroco的員工 可能在全球有超過十萬個員工 那這十萬個人 怎麼很快定位到我杜修文這個人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說你沒有適當的機制 一般來說就做futebolscape 或是所有的collection 從頭到尾去找 那這個很不經濟的 那這個最簡單的做法 那我就做個index 所以我們在JsonDocument的那個table上面 上在5.7裡面我就利用一個功能 我們叫做derived column 所以derived column就是 我們一般來說 那column的值就是直接塞進去 形成修改三座塞進去 但是我們可以設定說 這個column的值是算出來的 你這個column的值呢 是經過其他的環境變量啊 或者是你其他column的值 幫你算出來的 這個derived column 所以你每次做insert update的時候 你不需要動這個column 這個column直接從環境 或是從其他的column上面算出來的 然後塞進去 那這些存的方式呢 你可以有兩種 一種叫virtual的 另外一種叫stored derived column 所以stored derived column 它真的存一個值進去 佔空間 virtual的話它不佔空間 就是每次去動到它的 它幫你算出來 每次去撈出來這個行的時候 它把你那個算出來 那沒有真正的佔空間 不管這兩個任何一種 都可以加index 所以你今天可以在這個table上面 針對這個derived column 加上index 然後你search的時候 會的條件呢 你就可以直接找到那個index 找到index 而且呢 你的index裡面 它所帶出來的那個function 就是你的derived column function 是什麼 我們這邊提供json function 我們這邊提供大概超過30多種json function json的各種部分 document 操作 其中最常見的就是json airtrack json airtrack就是json function 就告訴你說 我今天找的是某個json document json colin告訴它名字叫什麼 然後告訴它是在哪一個位置 我有一個syntax 有一個表示方法 比如說 dollar signs 代表從根 這個json document是根 我們知道json document是大括號 誇起來一個hierarchy的架構嘛 然後呢 第一層 點下面第一層的所有的屬性 你可以指定 或是第二層第三層 甚至我們裡面還可以指定說 今天是某一個array 這個array是第幾個array 你可以直接指定的 所以json pass 我們可以放進去 json airtrack 你可以放進去 當成你的json function 當成你的derived column的function 所以今天查詢的時候 你會的條件 直接可以指定json airtrack 指到某個json column 然後說今天這個name 這個document代表impre 它的name是讀修文 等於讀修文 你可以直接這樣指 所以你今天指的時候 它直接幫你converse算出來 說今天你是走某個index 可以apply的到 把這個index 跟json document裡面的所有的name 把你撈出來 json document它基本上就是一個column 把它撈出來做這個樹狀結構 所以今天在search的時候 走index 速度絕對比你做futable scan 在絕大範圍中 要做futable scan快 然後你找到特定json document的時候 你又不需要從頭到尾撈 你就是直接定位 那個特定的位置 特定attribute的位置 比如name的位置 幫你直接把它撈出來 更進一步呢 如果說你今天改json document的資料的話 你不需要整個json document撈出來 改完以後再整個塞進去 我們這邊有底層的那個library 可以直接幫你撈出來的 你今天要改的是 只要改name或只要改seri 它就直接把你那個seri那份數據 update回去 你其他的json document 這個document的attribute完全沒有動 這是我們在json 在我們的database裡面 做了這樣一個事情 那透過這個事情呢 你可以透過sql指定來處理json 但是這個感覺好像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呢 你還是要懂sql 你還是要拿sql meaning 而且這個sql meaning 你要指定的 json function 它的表達方式呢 可能也不是那麼簡單 是有點複雜性的 那對於一般的diverr來說 他說他可能不喜歡那麼 就是對json 不需要花太多功夫去了解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會提供另外一個界面 我們可以讓你透過什麼 透過sql API 這是我們的架構 大概會是這樣子 底層呢 真正存的時候 它是innoDB的storage engine 這是innoDB最重要的一種storage engine 就是你table存的時候 如果說是innoDB的話 那你的資料是完整的 得到acid的保障 得到transaction control 得到crash recovery 這些一般關聯是資料戶都有的 那在這個storage engine裡面呢 你可以存一個column 是json data type的column 然後呢 我們有json function在這上面 來幫你做這樣的操作和處理 那另外呢 我們開發 除了一般的傳統的sql的界面進來 傳統的sql界面 走的port number 就是走3306 你連database的時候 你就連host name port number是3306 帳號進去了 如果說你今天是走noSQL的做法 你今天完全不要看sql 你完全是 你的加法程式裡面 完全是走crud的方式 你不要下任何一個sql整理 來處理這個json document的時候 我們開另外一個端口 3306這個port給你 那這個端口所走的架構就完全不一樣 你這邊所走的在java的程式 但是你後面還是一般的connected j 但是我們另外還加了一個connected j 上面還加了一個extension 這個在傳統的connected j 5.x版以前沒有support 到最新版的8.0版以後 我們support 你走x.f API 走x.f API進來 那你所走的 你所下的指令 就不是任何的sql指令 而是它的crud的操作 然後連到database的時候呢 它中間走的是xprotocol的方式 而不是一般的sql的protocol 而不是一般的sql的protocol 那在database上面呢 我們有開放一個x-plugin在這上面 來接你這邊所走進來的noir-sql的做法 來接你所走進來的noir-sql的做法 那以前在5.7版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推出來的document store 如果說你要讓它直接可以讓你走x-protocol的時候 你必須要額外再安裝一個plugin 要安裝一個叫mysux的plugin 才能夠走這個protocol 但現在在8.0以後沒有了 8.0就直接d4就把你帶進去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裝了8.0以後 你帶起來mysux的database的時候 你不光是可以看到一個端口3306的端口 你還可以看到一個3306的060的端口 你還可以看到多了一個端口 這個就是讓你走x-protocol進來的 但這是比較另外一個 在5.6以後我們有多了一個走memory cache-d的做法 這個我們可能不花太多的時間來講這個部分 這是因為它走memory cache-d的protocol 直接不是下sickle-pin直接走 no-exclude的做法 這也是一個做法 但這個做法就是比較perpetitive 它只有supportmemory cache-d 那其他的protocol它沒有辦法support的 那在前端呢我們加了x-api 加了x-api 那它讓我們可以透過CIOD的操作 而不是下sickle指令來處理你的json document 那另外呢你可能不是所有的事情 你都要寫這程式去操作 有一些臨時性的對database裡面的一些操作 一些json document裡面要查 或者臨時去改一些資料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你希望最好的是有個工具來直接讓你下這個指令的時候 我們會提供另外一個工具叫mysl share mysl share mysl share我個人覺得它是新一代的mysl client端 如果說你今天熟悉mysl的話 你一定會用到mysl command mysl-usernem-p++這樣進去你的database 然後下sickle指定做操作 這是一些操作 那這個操作呢在現在你完全可以用mysl share來做 但這個mysl share並沒有直接包在mysl的package裡面 它是另外在開 你要另外在安裝的 那這個mysl share呢就可以讓你去直接透過noesk的做法 直接連到database做這些操作 那另外呢因為它底下還是mysl database 所以mysl database上面所有的backup的功能 recover的功能或者是呢做high ability的功能 mysl最新的一個high ability我們叫做innoDB cluster 這樣high ability的功能 那這個是什麼 就是說你是所有的database都單獨的 跟一般的以前那個 尤其你會聽過像ndb或ndb cluster不一樣 它是單機版的mysl share 但是呢它可以保證你的資料呢 只要接到說我的translation commit success 就代表說我資料一定會推進到其他的server上面 在這group裡面可能有三台五台server都會介紹你的資料 這樣讓你在favor的時候你不會掉資料 這個是在mysl上面最新的一些high ability的做法 這些做法在我們的innoDB cluster裡面都有完整的支持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有興趣看XWAPI的內容 這個URL上面就完整了 我們可以看到的URL 那當然如果說你今天是多台database的話 有時候你可能還需要說知道 我今天application是不是要寫得比較複雜 因為我的database我可能會增減啊 會變化或是做favor的時候 我今天application要跟著去 帶到不同的server上面去 可以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邊多一個東西 mysl router 好像有兩層啦 一層是在你的AP一端你的java層層上面 Connect的街就可以支持高可用 Connect的街你們在建connection object的時候 你可以加兩個以上的hostname 那第一個hostname可能就是你的主 Default是主 你可以告訴它的一個參數 告訴它說這是replication 如果replication它就第一個是主 然後第二個掛掉的時候 後面 不是replication 就是favor 一個參數叫favor 然後它說第一個是主 然後第二個就是backup 如果說你這個主掛掉的時候 它會自動去找第二個 類似像這樣的做法 那router呢 像它就是Connect間的 highability的同樣的功能 實施在這上面 只是它多一個功能 它就幫你判斷 因為你今天這個groupication裡面 它這個底下 這個innoDB class裡面 在database裡面 最後面是groupication 是好幾個server構成的 如果說你當下這個主server 掛掉的時候 你favor到另外一個server的時候 那favor完以後 哪一個是主 你的AP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的router會知道 router會知道 那這個是一般的sql命 這樣進來 但是你說走xplugin xstepprotocol 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支持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你這個上面 你的java程式 是透過xfapi 一樣直接找到 找到你的maiasur router maiasur router後面直接 它backend的server 就是一般的maiasur database 只是它聽到port number 是33060這樣而已 那我們一樣完全是可以透過 來支持的 那xplugin 我前面講過 xplugin是說到data base裡面 xstepapi 是在你的connector上面 所implement的一個規格 那xplugin 在data base裡面 所提供出來一個plugging 來聽33060 來處理你的noise scale的操作 但是最後它會幫你轉換 底層還是會幫你轉換 真的存到innodb的table裡面去 還是會幫你做一些convert的動作的 那你今天走xplugin的話 它有幾個改良的地方 第一個 它是d4是走SSR 所以你沒有特別講的時候 它d4是走SSR 所以你今天透過網路上 傳輸這個資料是加密過的 所以它的做法會比較安全 那你也不需要外在config 那它是一個比較新的 client server的一個價格 不是一般3306060 不是一般33060 而是33060的pole number 那另外呢 對於你底下的存儲呢 像xplugin可以讓它完全屏蔽掉 完全是透明的 所以你的application 完全不需要下sql指令 完全可以幫你轉成 你database上面的一個操作 那xprotocol 那xplugin 在database的xplugin 那中間所走的protocol呢 xapi它走的protocol 叫xprotocol 這樣呢 它是我們自己基於 Google的protocol buffer 所做出來的一個extension 我們知道 Google的protocol buffer 它基本上是一個 可以擴增性的 有彈性的 對於資料的操作的一個架構 你可以脫離 application的角度 來直接用Define的方式 然後它幫你生成你相對於一些CRUD的Code 我們X-Protocol有用到Google Protocol的Buffer 所以我們這邊在安裝你的ConnectJet的時候 新版的ConnectJet如果要走X-Protocol的時候 那底下一定會帶了Google Protocol的Buffer Google Protocol Buffer在這底下 X-API它基本上是 我們再往下看一下X-API 基本上是在讓你可以透過Noise Girl的方式 對待適合來做操作 而且對待適合來做Schema的操作 那它提供的一些Method呢 有提供所謂Fruit的API 那你可以有彈性的 它可以支持你的Common Expression Language的操作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讓它直接走SQL界面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走SQL界面 那今天連線的時候呢 那它Default是走SSL或是DSSL 所以你的資料在網路上面傳輸是加密的 那另外還重要的就是它可以supportTransaction 就像你一般的SQL的命令一樣 你也可以指定說我今天有Transaction StartTransaction 然後形成效果刪除Commit完成 或者你rollback 甚至你可以rollback到某個特定的setPone上面去 我們不是整個物件的命令 要rollback整個整個傳承 你可以rollback在某個setPone上面 那這個XLAP API 當然我們有supported language不光是Java Python、.NET、PHP 現在市面上看到主要的這些 這些看來端都support了 那乃至於JavaScript、Node.js 我們都有support 當然Java是我們第一個support的一個connector 那如果說你今天走Nordescale的話 你看到如果是你走DocumentStore的話 你先看到什麼 你先看到是一個collection 一個collection 一個collection可能就好幾個不同的document 多個document 那對於一般的Nordescale的角度來看 collection就是collection 我沒有schema 所有schema都在我的JasonDefault裡面來定義 在JsonDocument裡面來定義 所以每個JsonDocument裡面的內容會不太一樣的 但是真正存的時候還是存在InnoDB裡面 所以相對於如果到database裡面 你看到是collection名稱 就會mapping到你InnoDB的table名稱 它會幫你這樣做 然後你的table不是說只有加上JsonDocument 就是一個collection 它有特定的一個格式 如果說你是一個collection所做出來的一個table 你的table裡面會有兩個color 一個color叫做DOC 這個DOC裡面就是JsonDocument 整個JsonDocument 整個JsonDocument塞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叫 underscoreid underscoreid 這是什麼 這是prime key underscoreid 那這個 underscoreid 就是我前面所說的 它是一個derived color 它是算出來的 它怎麼算呢 就是每一個JsonDocument裡面 它都會有個屬性叫 underscoreid 這個 underscoreid 在地上你不需要額外再塞進去 你如果透過CRUD的方式來做 透過X的API的CRUD方式來做 你不需要額外再塞這個 underscoreid這個assure 它是幫你兼入出來的 X的API會幫你兼入這個東西出來 那這個兼入出來以後 另外一方面存到table裡面之後 table裡面它會把這個 X的ID那個屬性的資料找出來 然後塞到這個id的colon underscoreid的colon 而這個 underscoreid的colon 裡面就會是什麼 就變成prime key 所以你如果search的時候 會條件是透過 underscoreid才search的時候 很快就幫你找到 但是如果說你透過 X的API來找的時候 你不需要做這個會條件 它會自動幫你做mapping 你今天做search的時候 你X的API上面 所指定的method叫做find 點find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 直接幫你做這樣mapping 那當然除了 underscoreid可以加縮以外 因為這個是prime key的縮影 你可以做secondary key 我們也有criod API 可以讓你說create index 你可以用create index的方式 來直接把你給索引做起來 而這create index下完以後 table裡面的index 會幫你做起來 等一下我們在demo的時候 我會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如果說你的document裡面 存的資料 可能每一個document的格式不一樣 那每個document 它有自己各種不同的屬性 但是唯一相同的屬性 是 underscoreid 但是這個不是你塞進去 而是我們xt API可以幫你做出來 那這個document裡面 當然除了一般的 sealized的document以外 那另外你可以指定array 你可以指定array 如果說你是重複出現 比如說我今天代表一個人 這個人可能會 這個人可能會 各種不同的技能 可能有一個而且比較skill 這skill可能就是一個array 我有三種五種技能 就是三個五個array在裡面 那這是document裡面的內容 那這裡面呢 xt API它基本上是一個sintax 它是一個格式 直接去imprint在各種不同的connect上面去 那這樣它今天找進來的呢 就是今天你要找的一個object 所以adgers可能代表一個比如說帶一個collection 所以collection上面 你可能就會有各種不同的method在上面 比如說add 加上一個document modify modify一個document 或是delete delete一個特定的document 那then後面你會指定它的會有條件 這個時候你的method上面 你會指定它的condition等等 那xt API imprint在我們的connect.j上面呢 connect.j上面會開發出來一些java class 這些java class是它的hierarchy關係 最上層是一個sessionfactor sessionfactor sessionfactor它就是 基本上你不需要initialize 你可以找得到它 你抓到sessionfactor以後 你就可以怎麼樣 你就可以create一個session createSession 代表你這一則的對話 這對話裡面 你可以看到的schema有哪些 getschema 把schema撈出來 或是你可以createschema createschema 你抓到schema以後 這個schema裡面有哪些collection 你可以getcollection 或是你可以createcollection 或是dropcollection 你可以這樣做 所以這個一個object 一個get object 層一層的堆疊下來了 那你抓到一個collection以後 你可以針對這個collection裡面的document做操作 新增修改刪除 或是你為外 在我們上面也有vasset 幫你去create一個document object出來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document object 塞到這個collection裡面 或者是你做一個string 這個string 你的syntax是一個json object的screen 直接可以塞進去 那這個我們後面看那個翻譯兩個都會知道 如果說你今天抓了這個document 抓了這個document 這個document不是所有的資料都要 你只要某個特定的屬性 你只要name 只要seri 這時候你可以用什麼 document上面所放的get attribute get某一個特定的屬性 get某一個特定的屬性 這屬性是一個參數你把它塞進去的 然後去把你把資料撈出來 那你當然如果說你今天collection 有好多的document在這裡面 你要哪個document find的時候 你在一個collection上面點find的時候 你可以指定說你的會的條件是什麼 那不是那個會的syntax 而是直接指定說 某個屬性等於什麼東西 大於什麼東西 等於小於什麼 這個operator放在裡面 它就幫你形成一個contin 這個contin 你就直接到你json document 把資料撈出來 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任何一條sicle命令 你完全不需要處理那些複雜的join 或是會的條件的一些篩選 完全幫你處理掉 所以對於不是那麼熟 應該怎麼說 不是那麼喜歡sicle命令的這個developer來說 這就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做法 非常好用 而且呢很有彈性 因為你今天不需要define你的schema schema的database也幫你做起來 那它中間的API就非常流暢 先從get session 來開始 那這裡面所開發出來的library 你可以很容易掛到任何一種ID的工具底下 不管是x3也好 netbin也好 或是你熟悉的這些IDE底下 那在IDE他拿了這些method以後呢 那今天他可以做各種不同的help的功能 那它給你hint 或是自動幫你補足後面的字段 比如你敲到一半的 你按一個tap鍵 然後直接把後面的method名 是幫你補足進來 那這些method後面呢 真正轉換到database的時候 xplot會幫你轉成什麼 轉成sicle的sinctex 那基本上它就是 這是一個x-tap API的model x-tap API的model 某個特定collection add 某個特定collection modify 或者某個特定collection find 某個特定collection find 這是固定的sinctex 但是它implement到各種不同的connector上面 python connector java connector no.js connector 這些新的connector上面 都有implement這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直接掉 所以你今天可能只要熟悉一個sinctex 你今天很容易轉換到不同的language上面去 你可以很容易說 今天熟了java這些sinctex以後 你很容易轉到node.js上面去 因為它基本上javascript 跟這個幾乎沒什麼太大差別的 那node,remover,modify等等這些都在裡面 然後你今天連線的時候 default走ssl 但你可以指定說 我今天不走ssl 如果說你今天做連線的時候 它的protocol就是叫get session get session 那它有個最上層的一個package 叫mysox 最上層的一個class叫mysox 或者在java上 我們是從sessionfactor裡面去create起來 差不多的sinctex 那它走protocol是走mysox 然後走mysox 走mysox後面告訴它的位置在哪裡 database位置在哪裡 如果說你今天沒有告訴它 是要不要指定ssl default它是走ssl 幫你把ssl開起來 那像這樣的一個method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session object 那它會幫你產生一個session 幫你產生一個session object 從那個session object上面 你就可以找到它底下的schema collection等等往下走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要走ssl 你告訴它參數就是什麼 ssl mode等disable 等於disable 就ssl mode把它關掉 你今天走ssl的時候 你也可以指定說 我今天找ssl 我可能要找session 我可能要找session 來跟我的session 來互相做認證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找它默認的session 那divore沒有講 他就會找它默認的session 那如果說你可以指定你的session 位置 後面參數你看到ssl option 後面ca是哪個位置 crl是哪個位置等等 這個幫你定換完以後 data head connection 它會自動幫你做handshake 自動幫你把你的session 撈出來做handshake 那另外如果說你今天要做translation 就是你從session上面去create一個translation translation上面start一個translation start一個translation 然後你新增修改刪除 然後最後呢 旁邊 或是你可以告訴它 rollback到某個 rollback這個translation 或者rollback到整個 某個特定的setpoint 你可以create一個setpoint 或是rollback 某個特定的setpoint 那如果說你今天這個 新增修改改刪除 算是做完沒有問題了 當然碰到commit 就代表說 你這一缸的事情已經完成了 這一缸的事情完整了 那完整完成了 就有點像我們table上面的一個 管理室教庫上面的采訊 但是它是做在noise scale上面去 同樣呢 我們本身也可以指定rolllocking 有的時候我們可能說 今天撈出一缸子的資料 我們常常會有select for update 的命令 在管理室教庫上面select for update 就撈出這一缸子的資料 我是一批要跟著issue的update的 那這個時候呢 在這裡面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find find的時候你可以告訴它lock起來 lock exclusion mode lock exclusion mode 那你也有三種不同的mode default的話代表說 我今天如果說lock起來的資料 如果說我今天lock起來的資料 有應該是我要lock的資料 已經被別人lock住的時候 該怎麼辦 default呢是在那邊等 等前面那個傳聲結束 那個lock release 我再去把它拉進來 那或者你可以有兩種 no way或是skip lock 這在8.0時我帶出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no way就是我不等了 我就跳掉了 skip lock呢就是 我也許還有其他的roll要lock 我照lock 但是只有那個被 內積一筆被lock住了 我把它跳掉 那這是locking mode 我們一樣在這個x.appi上面 可以完整的支持 那x.appi如果說implement 在connecter接上面的話 connecter接 我們叫connecter接 目前有兩種版本 一種比較舊的connecter5.1 但是老的做法 它完全沒有支持x.appi 在8.0以後 如果不管是馬來西亞5.7 還是馬來西亞8.0 你connecter是8.0以後的版本 我們有支持x.appi 所以差異 最大的差異就是在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直接去 廣網上面去download 或者是你有種做法 你可以做Maven 透過Maven的dependencies 來幫你去install進來 當然如果是ToggleMaven Maven的dependence方式 把你做進來的 它會幫你把那個 Portobuf 就是Google的Portobuf 幫你帶進來 那個Library System 幫你帶進來 如果說你是額外去 單獨去download 那個connecter接收 這個connecter也會包了這個東西 早期沒有 早期我們要自己到 Google的官網上去download 那個Portobuf 然後安裝在你lib的底下 但是現在我們不需要 唯一一個地方你需要注意的 如果說你是透過window installer 或是unix上面的那個repository 安裝的時候 這個沒有包進來 因為這個東西 沒有在我們的官網 library裡面 所以它沒有包進來 所以如果說你是透過window installer 因為window installer 可以幫你安裝 買一些相關的產品 相關的所有的軟體 那它沒有包進來的時候 你要自己去安裝 自己把它download下來 然後放在你的connecter接的lib的目錄 然後它開放出來API 我就不花太多時間講了 那很快看一下demo 我們看一下這個code 前面透過sessionfactory 透過sessionfactory建一個session 然後建了它session的時候 它的URI你可以看到 它走的protocol不是mysus 而是mysusx 然後走的port number33060 因為我今天只有xprotocol 由於sessionfactory 等等放進去 接下來我們透過 這個sessionobject 撈出來以後呢 我去getschema 把schema找到以後 我這schema呢 我可以做一些操作 比如像我後面半段 就列出來 我今天這個session 可以看到schema有哪些 我直接把它列出來 這一缸子 schema列出來 或者我直接找到一個schema 叫wordx wordx是我們的demo schema 就是我們的所謂nosecure的demo schema 那這個schema撈出來以後 你可以說這個schema裡面呢 去什麼 get的一個collection getcollection 如果getcollection 它撈出來是一個collectionlist 是一個collectionlist 那這個collectionlist 你就可以一個去檢視 這裡面 比如說 wordx這個schema底下 比如說有三個collection 五個collection 那這個collectionlist 就一個幫你列出出來 一個幫你列出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要找某個特定collection 比如我的collection 叫counterinfo 找一個collection 叫counterinfo 這collection counterinfo的collection 撈出來以後 我就可以把裡面的什麼 把裡面的object撈出來 我要撈這個object的時候呢 它的method就是find find的時候後面 第一個 第一份欄位呢 就要告訴它條件是什麼 condition condition 如果說condition裡面 或是你任何 這個method裡面 有任何的 從外面bind進來的value 比如那個mout號去開頭 那個是bind value 那時候你可以bind method 放進去 說今天那個字呢 是bind進去的 或是從外面傳進去 你bind到這個method裡面去 那sq 最後就把它執行起來 執行完就完了 像我們sq 如果說 你今天是要馬上立即反應的 你要等它立即反應 就直接到sq 我們有一個support 如果你做asynchronous operation 就是它有個method 叫sq as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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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說 我今天可能後面一缸的事情在做 我丟進去我就不管了 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 它不會block through 不會block through 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可能過一陣子 它傳回來的時候 我可能在哪個地方 再把它接回來 我可以做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它可以完全support asynchronous operation 那今天撈出來這個collection 這個collection 這個collection裡面可能有一缸子的document 那我今天要找的document 對不起 我今天要找的document 它的名字叫做台灣 Country Info裡面可能有很多 全球的幾百個country 裡面其中一個country叫做台灣 我把它撈出來 撈出來這個document裡面 這個document裡面有一缸子的資料 我就可以把你們的內容撈出來看 把你們的內容撈出來看 那後面如果說你今天有需要的 你可以把這個collection裡面的內容改掉 比如說我可以modify modify set 值 變成什麼值 那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attribute 叫garden底下的一個header of state 然後把它改成蔡英文 如果說我不是改的話 它d for的還是比較舊的資料 你猜它會是誰 我执行一下 它叫這個地方 header of state是純水扁 可以知道它有多老的資料 所以我看不過去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蔡英文 header of state是蔡英文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在你的 一般的seql界面上面來看的話 我早先比較做起來的 因為有時間關係 我就花太多時間 來敲這個指令了 你可以看到 country info上面有個table country info有個table 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table裡面的結構是什麼 看錯info 裡面有table 它有個doc的datate 是json document and the score id 像它是prime key 它是一個derived general出來的column 它是general出來的column 它只是一個json quote json extract json quote是什麼 如果說你沒有json quote的話 它是把那個雙引號把它放進去的 json extract 指什麼這個doc裡面的 某個特定位置底下 end the score id 而我今天create這個object的時候 我上面不需要指定id 是我的exit API就會幫我做出來的 然後我今天撈錯了資料的時候 你可以看裡面就是一個json的格式 一個json格式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地方看到的 也是一個json的datatype如果說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 這裡面前面半段是 前面半段連進來以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session上面可以看到schema 肯定有好多個 馬來西哥D4的information schema Perform schema session schema session schema session schema 另外還有一個wordx wordx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可以撈了一個什麼 country4的collection 然後country4裡面去找什麼 台灣這個document 內容這樣幫你撈出來 好 那這是很簡單一個demo 那各位了解一下 我們在馬來西哥的開發團隊裡面 對不起 好 那我們針對新的技術上面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來個小小的demo讓你看一下 如果說你是java的developer的話 你也可以很容易的 拿這個exit API 來做你的 所謂noyscore的操作 當然因為它是java Java Cloud上面 你可以直接牽到 你這邊所熟悉的framwork上面 可能當中間要做點加工了 來牽到你自己所熟悉的framwork上面去 好 OK 到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的session就到這樣 告一個段了 我希望沒有占到別人的時間 好 OK 謝謝各位 謝謝